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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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幸运 欢迎凯薇 ministre甲云 会的 给你的 diameter 你瞧瞧 你第一次出来 后面就跟了一只鸽子 蛮小鸽子 好像一只鸡一样的 大家先给凯威掌声恭喜 当爸爸了 好吗 哇 谢谢 杨茜在带子对不对 现在香港 所以呢我们就请来了一位 第 三 者 敬姐 人家刚刚新婚 你就说请来第三者不好吧 新婚才几个月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刘凯威和杨幂 他们这对爱情中一直 隐隐约约 忽影忽现 心都出现的一位第三者 你不是我们家第三者吗 就一直跟着见证 全世界最大马力的灯泡 每一位夫妻中间都会有一个灯泡 今天我们要请出他们家的灯泡了 最亮的这个灯泡是谁呢 来 掌声又请 唐妍 欢迎唐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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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唐妍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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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比特 不许我说你 哪有自己往自己身上猛戳的 我才不知道就是这手不听使唤 这一顿戳 两位跟大家问好好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唐妍 大家好 我是唐妍 我怎么看他们俩 对 你们俩什么关系 来 唐妍 你说一下 什么关系啊 好纠结哦 纠结 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 问问题不要挑眉毛 你跟刘凯威的关系是 她是我情敌 原来灯泡是刘凯威 对 来 刘凯威 你跟唐妍的关系是 她是我伴娘 谢谢你聪明 你是她的伴娘 她是你的情敌 好 我们现在连线一下 那个杨幂啊 杨幂您好 喂 你好 刘凯威跟那个唐妍 什么关系啊 凯威和唐唐啊 她们两个关系其实 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看上去就是 觉得她们两个没什么关系 但我总觉得两个 确实有一点点的关系呢 那你觉得尴尬吗 我觉得不会啊 因为我跟唐唐是好闺蜜啊 那你酷吗 最近也怀孕 什么麻烦信号不是太好 想要了解她们那个 三个人的关系 不要错过今天了 超级棒的 刘凯威初次见杨幂家长 却意外遭遇下马威 第一次见我岳父 你害怕 紧张 特别紧张 很快就是 没几分钟 就被损了 因为打完牌之后说 凯威啊你欠我一百多万 我记得 但是我第一天跟她见面 闺蜜与老公拍吻戏 杨幂不放心 突袭到现场 那时候我们俩抱着嘛 刚好可能就那个巧合 然后咪咪她来了 然后等到我转身的时候 到底有多亲热 其实我今天把这段视频 也带来了 太好了 你带点什么不好呀 我绝对不能够理解和接受 我绝对不接受 太过分了 我要退出演艺圈 刘海威求婚 有心机 趁杨幂熟睡 墙带戒指 没有戴上之后 就又看着等她醒啊 等她醒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要看 要看到 干嘛呀就是 这样 哭了吗 哭了 你哭还是她哭 更多精彩 尽在每周三 22点05 超 欢迎进入今天的历史副主机 在2008年的8月 丘比特突然空降恒店 第一次 却射歪了 嗯 杨幂和唐嫣 这个时候 杨幂对唐嫣开始展开了 不是爱情 却胜过爱情的友情 在2010年7月份的时候 丘比特又再次来到了恒店 这一次 她射中了杨幂和刘凯威 这一次 刘凯威对杨幂展开了 不是友情 却胜似友情的爱情 时间依然在继续 杨幂和唐嫣的友谊 也一直在升温 他们因此还获得了 这个好闺蜜的称号 而这个时候 杨幂和唐嫣的爱情 就一点都没有耽误 他们在2014年的1月8号 开花结果 在巴厘岛完成了自己的婚礼 一边是秦间的友情 一边是线下旁人的爱情 到底唐嫣这个第三者 有着他们俩怎样的第一手资料呢 晚上开始我们今天不一样的访问 哇 节目还没错 我已经一生了 看 对 第一次赶在一起 哎呦 你没事吧 你们都没有看出玄机 现在的小孩都会抢镜的 像我们演艺圈 待那么多年 我们也不能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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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握出来不扣子 这个没事吧 你确定一定要表情那么严肃 问我 哎 你没事吧 哈哈 长颜跟杨幂 也是属于一见钟情 其实 每部戏也两人 仙剑三 我们偶尔碰到 碰到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们俩好像都在互相看 然后看到这 看完这没什么话 然后就会 嗯 做鬼脸之类的 他一看看到 我在看他 或者说我看到 他在看我 就嗯 对上 嗯 比较 因为我们俩都是这样 就觉得好像是 应该会成为朋友的那种 自己心里面有这种感觉 我能问一下 那个剧组的女演员 都是这样吗 好奇怪 没来演去 对对对 听起来像一男一女 都是这样的 刘凯威听得有点别扭 是吧 因为我觉得你特别追求 这样的 我们的眼光 穿过千千万万的人 然后积了拐 积了拐 而啪 我们还是能相遇 这应该是属于 你个秘密的 结果他跟唐唐先来了 那都是以前的事 原谅了 就是然后什么时候 就进一步发展了 这个啊 然后就是在剧组 也没有什么交集嘛 就拍完戏也就拍完了 拍完不久 就我过生日了 有一天 我手机就想拿一个陌生号码 说唐唐生日快乐 然后 谁呀陌生号码 一看 那时候手机是黑白的屏的嘛 那其实有些年代 好有年代 就还没到智能机 你了解吗 然后我就 继续网上 按按按按按 也不是滑轮的 继续按按按按 最后落款的时候 是杨幂 我说 他怎么会给我发一戏 他怎么知道你生日 对 然后我就非常惊喜 然后我就 就挺高兴的 然后我给他回 我说 哎 你怎么知道 我生日还知道我电话号码 我们都没有留过嘛 他再说 嘿嘿想知道 不是很简单吗 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是 就通过那一次 然后说 哎 以后多联系啊 怎么怎么 就大家说挺舒心的 然后说完那句话以后 变成真的常联系了 那我能问一下吗 我印象中 漂亮女孩是互相排斥的 尤其是漂亮女演员 你们两个一开始 是虚情假意的 还是上来就情投意合呢 你觉得两个漂亮女演员 见面先撕头发 对吧 发型真难看 就没有排斥的感觉吗 没有没有 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 都是很直爽的人 所以交流起来也不管弯 就是好的就好的不好就不好 所以就是我也蛮喜欢这样 我喜欢这样个性的人 所以说我们就一拍即合了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 跟凯威 凯威出现了 在 她说 她说对不起你 我有了了 对对对 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 比较第一时间的吧 可能 比较自豪地说 可能当杨幂还没有认定她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哎呦 我们经常录电话嘛 尤其是如果说 有这种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更加比较容易分享 然后她说 哎最近你怎么样 有情况吗 哎我最近有一个 我最近有一个 然后 谁啊谁啊 我们 我们组里面的 然后我种组里面 刘凯威什么什么的 然后说刘凯威 那我肯定马上去百度啊 你去百度搜刘凯威的质量 之前你还不认识 不认识就知道 但是你要先把她的家庭背景 没有那么详细 什么曾经做过点什么什么 你得先把她的家庭给先翻一翻 对不对 百度完了以后 我也凭她们给百度做广告 好 我们就搜了一下 后来呢 我在搜索引擎上搜完它之后嘛 搜索引擎 太牛了 来搜索引擎 然后搜索完之后 哎呀你们老多打床 就完了 好像太可爱了 我们女演员脑子都不好 就别这么快地搜 然后搜哪了 搜索引擎搜完了之后 对搜完之后 她又会说 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她说挺好的 然后就感觉很登对嘛 然后挺登对的 然后说好不好 你得相处 她说对对对 我先考验考验她什么 我先试试她什么 先这么处着吧 然后就是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 处着处着处着 我跟她在一起真的是 很多人都问 你们两个一南一北 两个文化背景 那么不一样的人 怎么可以走在一起 而且走到今天这一步 这个事情我一直在问 到底会有什么困难 我在一起寻找 到底会有什么大家想象的 那么不可以 但是真的没有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就是有聊不完的东西 然后又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很相似 然后对于一些以后的生活的 一些期望一些展望 都很接近 然后很多时候就不用说出口 都知道对对方要想什么 就是这样一直走到今天 所以很快我们就又见父母 见对方 很快见父母 见家长 是谁提出来去见父母的 是我先见我岳父岳母 然后那时候是过年嘛 过年 然后本来见父母就特别紧张 就特别紧张的时候 然后还是过节 对 那我因为你看我这样 其实我就知道我是个不太会 特别会说话的人 客套话不太会说 不太会就是这样的 讲话坑坑巴巴 然后 有时候就不要再说什么这样 然后 但是陈毕之就给我心理辅导 没事 心理辅导 就没事 不用 因为一直就问我 我要准备什么 你害怕 紧张 特别紧张 就是我那到时候我要说什么 但是我应该要怎么称呼他们 我应该要怎么一个 那你是怎么称呼的 他告诉你怎么称呼 就是你就叫他们名字好了 他黑你 就想你了吗 对啊真的真的 就是因为我老婆就是这样 就是有成的时候 就他们一家人都是这样 那相处方式特别 特别的随意 你当时有没有带礼物过去 有有有 那他必须要带 都带了什么 没有 就各种各样的补品 哈哈哈哈 就最稳妥的 最最保险的 这样不好吧 人家身体那么好 你带补品 没有没有 香港人带了一半都保健品比较多 这保健用品 他拿出来这六百年的燕窝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燕子精 哈哈哈哈 干嘛 干嘛 因为这个万花太好笑了 他一天带精 老是这个 哈哈哈哈 没有就是荡型 对 然后因为 因为第一次见面 那就是 拿了很多很多 因为因为直接就到了一个餐馆 嗯 而且不单单只有我岳父岳母 还有小蜜的奶奶爷爷 啊 还有她的姑姑 还有还有大奶 啊那么多 家人 全家人都在 啊那会不会很紧张啊 有一下见那么多人 吓死了呢 紧张啊 啊 就是 就是但是 因为就像小蜜说的 就说真的没事 你不用想太多 你别太操心 这个就是她想太多这个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没事很快你就知道 是什么情况 嗯 然后 真的就越到那边 很快就是 每几分钟 就被损了 哈哈哈哈 就每一个人 包括爷爷奶奶 他们都特别 爱讲笑话啊 特别讲话特别 逗 特别幽默 你还记得你都被损了什么吗 反正就是哎呦 拿那么多东西来啊 哎呀这么可惜啊 真的有 然后呢是说 哎呀行了 我们迷到那个年纪 不用吃那么多东西 哈哈哈 然后但是其实很开心 因为因为这很快 就是马上就 当然就对我特别特别好 就是马上就 各种各样的菜啊 各种各样的 就放松了 快拉近距离了 特别那个 他爷爷奶奶是不是也特逗啊 特别逗特别逗 经常很多笑话 就每一次跟他们吃饭 都特别开心 有一次我其实很经常就是 奶奶会跟我们说 哎呀那老头啊最近啊 老去三面公园溜窝啊什么的 然后就不知道 是不是去看什么老太太 哈哈哈 然后 然后爷爷就特别感觉 哎说什么呢 这没正经 这没有说什么 然后奶奶就继续 就继续自己讲自己讲 怎样怎样 然后就呛到了 就吃东西就不小心呛到 就一直呛呛呛呛呛呛 然后我看那个旁边就 就看他 哎我跟你们说 你知道吗 很多老人家 都是这样被枪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 他们家 对 然后奶奶就好像就 笑太棒了 对奶奶就晚上还在咳的时候 试试我枪死了 你终于找你自己打太婆了 哈哈哈哈 人家就要说笑 太快了 我觉得你特别开心 然后我 我再说一下 我第一次见我 我岳父 然后在过年嘛那个时候 然后吃完饭就回家 那其实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做啊 就看看春晚 然后就 还打牌是吧 然后 然后 然后跟我岳父打牌 第一次打兜地主 哈哈哈 然后那 然后岳父就是 拍牌拍牌 然后我就有时候 哦 看到自己的牌挺好的 哦 这个啊 这个50万一把啊 哈哈哈哈 我当地主了啊 没事吧 OK吧 然后就赢了 哦 50万啊 然后说 哦好好好 就 然后就这把 这把 行这块 这把就自己拍不太好嘛 这把两块钱的 哈哈哈哈 行行 两块钱的 结果我赢了 哦我欠两块钱 哈哈哈 结果一天下来 那么 就打完牌之后说 凯文啊你欠我 一百多万我记得啊 但是我第一天跟他见面 然后结果到了 今年春节 我回去 跟他们就打牌 说 哎 两年前你欠我那一百多万 我看什么时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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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太欢乐了 所以真的就是 呃 有时候就会说 大家可以 那个气氛 认识小蜜 就知道小蜜的那种个性 嗯 实际是因为家里的一个 很容易让你放松 对 哎唐妍 你有没有发现他北京话六多了 是啊 他现在是不是老说北京话呀 对 他说的一些话就是 让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虽然我大学是在北京 但是有些话我也没听过 有一天就是我们 就刚才我说过成 行 那种 成是北京人呢 对然后他一定要说 就是名 他带着香港口音的北京话 然后说 而且人家说行 他一定要很用力的说 行 有一天真的是 就是我们在剧本上那个那个 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 剧本上那个词就是 那个人家说什么 然后说 那怎么怎么怎么地好吗 然后我在心里面对他说台词 那人说 好啊那我们走吧 他说行 我们走 有个人想了一天 然后我自己的表情可能没有能 这种感觉 他经常这样 还有一天我在现场 就是在曝光的时候 就是闲下来了嘛 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在那边 他说你蒙圈了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蒙圈 你们知道吗 知道啊 知道啊 反正我是肯定不知道 我就觉得什么叫蒙圈 你蒙圈 你不知道什么叫蒙圈 蒙圈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 你什么叫蒙圈 蒙圈是东北话 那现在跟那个杨幂在一起生活那么久了 那个儿话音会说吗 还行 还行 喝豆汁 喝豆汁 豆汁 豆汁 你一个上海人 你都说啥呢你在这儿 那个杨幂参加他们求婚了吗 不是杨幂那个 喂 喂静姐 我电话都还没挂呢 有什么事啊 没有 突然又出现在服务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黄烟 没叫错 哈哈 你参加他们求婚了吗 没有 你知道这故事吗 这故事我倒是不知道 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啊 对我都不知道 海维你的求婚是杨幂要求的还是你主动的 绝对是我主动的 但是并没有大家 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浪漫 那么细处 没设计吗 难道你们是发微信说的啊 没有 其实 真的就是一直很想 就想到应该怎么样 那个求婚的一个方式 那个 因为已经认定了嘛 然后其实要 戒指要准备好了 然后一直都会放在身边其实 但是一直就觉得好像也应该是一个比较 好像是需要一些浪漫一些的情节啊 我看到有些朋友都会可能设计去一些特别的地方 但是一直真的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然后所以就一直就收着起来不敢给他 然后有一天他来探班在现场 然后在车上等我 我在拍戏 那拍完之后 我就去上车 看他 刚好他那个时候是睡着的 就看着他就是 就觉得好美 有口水吧 他 他没有 他就突然间那一下就觉得 咦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给他戴上戒指 因为他肯定不会去拒绝你 所以就 真的就是那个时候 他睡着的时候给他戴上 哇 太浪漫了 睡美人 浪漫嘛 谢谢 然后戴上以后是 把他门醒过来 没有 戴上之后就 一看在等他醒啊 等了我几个小时 等了多久 等了 还好 好 就是因为其实戴完 也有一点点 他也没有那么熟睡 对吧 然后 他有感觉 有一点那个 然后他就 他就 他有醒的时候 有感觉到 有点奇怪 手指 要看 然后看到 干嘛呀就是 这样 他醒来的时候 车里有音乐吗 没有没有没有 人家在睡觉 醒了以后第一件事 先把灯调亮 看看 好无聊 每次被我说完了 都好无聊 然后 就是 然后就开始 当然会觉得 干嘛呀就是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看着 我就 我说就这样啊 就 戴上了 就这样 那 就算了这样 就ok了 那 都没说 我说都没说 然后 然后就 就在车里面就 就单膝这样 蹲下来 就说了一句 车里还有别人吗 啊 车里还有别人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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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开车啊 车就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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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说了一句就是 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哇 哎呀 那句很重要啊 太浪漫 他当时怎么回答你知道 就是他就点头 还是说个行 那种 哈哈 我觉得 也没有正是一句话 但是就你这个表情 哭了 哭了吗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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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凯薇这个方式 特别好 首先很 我觉得很真挚 也不是做给别人看 然后我 我最近采访了几个人 都好奇怪 男的的想法 也挺浪漫的 但是特别奇怪 就其中一个 我就不说是谁了 趁女孩上厕所的时候 她把那个戒指 放在她的那个 茶杯杯里 茶杯里 那女孩回来以后 就继续喝嘛 她就老纸内茶 这女孩就 没事啊 就喝完了以后 那个还在里面 她说你看看里面 这女孩第一反应说 我没把她喝下去 算我命大 还有一个就是 你知道吗 求婚 买四个蛋挞给女朋友 塞到其中一个里面 偏偏那女孩吃了其他三个 然后实在吃不下去了 她还让那女孩吃 那女孩说 我们不是再去吃晚饭吗 结果这女孩感觉到不对了 就是她一直让她吃 太可怕了 她怎么不塞在披萨里 你干嘛要送四个呢 两个就好了嘛 关键是 你四个呢 你拿出一个给对方的分享 就好多男的短路 塞完以后呢 就吃吃吃吃 吃到三个都撑个不行了 她只要拿出去 她不是 就有很浪漫的时候 最后变得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都没有听过这么多吧 没有 这都是我多年做采访的 听到 各种故事 特别逗 还有点蜡烛的 然后今天已经狂风大了 我就一点上 就灭了 一点 我就灭了 我一直在点 我天哪女的都来了 哪男的还在点 我真见过一个 太可怕了 在家里贴一堆纸条 你知道吗 比如说这个门上贴了一个 请打开冰箱 她打开冰箱 冰箱打开有个纸条 请打开床头柜 床头柜柜柜 哈哈哈哈 找了十几个地方 那女的就烦了 就睡觉了 哈哈哈哈 哎我们真的不是编的 我们俩因为做采访做多了吗 哎呀笑死我了 哎呀笑死我了 所以我们把刘凯薇的这个 还是作为最浪漫的这个 对可以接见的 下面要问一下那个唐唐了 就是她们两个结婚 决定1月8号去那个巴厘岛 事先有跟你商量过吗 她结婚跟她商量干嘛 这个出现得比那个早啊 我结婚也没跟你商量 那是你不厚道啊 哈哈哈 她们决定去之前 有跟你商量过吗 嗯 她们是告诉我喜讯 就通知你而已 就是在第一时间就跟我说了 啊 其实在之前 蜜蜜她就跟我说 我要结婚也就是老刘 就是说她不可能就是说 在爱上其他人 哦 对 认定了 这个你知道吗 她跟我说过 对 你当时有恍惚吗 哎 是刘德华吗 哈哈哈 因为 这是小刘 那个才是老刘 她赢了 这是小刘 她赢了 小刘 其实我感触蛮大的 因为那时候 我们是在电话里说的嘛 然后我们就聊到结婚的话题 当然那时候离结婚还很远 没有提上日程呢 然后那时候 她就觉得 只有老刘可以接受 接受我这样的个性 其实她是一个特别直爽的人 然后她又觉得 嗯 其实就是老刘特别宠她 然后她说 我要结婚也就老刘了 她会这样说 那我听到之后 又作为一个女孩 你会觉得 哇 这句话听起来蛮平常的 嗯 可是你会觉得 这是一个多大的勇气 嗯 就是说你可以说 把自己女孩的一身 托付给这样一个男的 而且那么信誓旦旦地说出这句话 就我自己当时心里 挺触动挺感动 哎呀 老刘太好了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们俩抱着嘛 刚好肯定就那个巧合 然后秘密她来了 然后等到我转身的时候 嗯 到底有多亲热 其实我今天把这段视频 也带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带点什么不好呀 你带着这个 我绝对不能够理解和接受 我绝对不接受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要退出演艺圈 回头 对 走 突然看见杨幂 今天怎么来的 没个打招呼呢 大家会能看到 这么精彩的一面吗 对 当她走过我的身边 看到秘密在摄影机后面 包括她离摄影机 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这段时间她应该很难忍 更多精彩 近在每周三 22点05 超 2014年1月8日 杨幂和刘凯薇 在巴黎岛举办了 浪漫的海岛婚礼 婚礼简单 却很温馨 双方父母及亲朋好友 到场参加 白头到老 最要紧是 多天几个孙子孙女都好 让我们开招信心的 好 恭喜 恭喜 好 刘凯薇的父亲刘丹 担任婚礼主持人 而杨幂也只邀请了圈中 闺蜜唐烟一人 出席婚礼 并担任伴娘 刘凯薇 你是 不要说 再 行了 我看到你在 你是否愿意 迎起你身边的这位漂亮温柔冰雪聪明的姑娘 做你的妻子 直到永远 我愿意 大声感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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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杨幂我也要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 你是否愿意嫁给你身边这位帅气善良 哎呀 下边的四个四个 一位不太好意思念出来 可是也要直念 猜花横溢的青年做你的丈夫 相亲相爱 直到永远 不愿意 杨幂你作为伴娘在那看到的情景 巴厘岛 那天 我很紧张 你紧张什么呀 出大事了 到底是谁姐 我差点都叫杨幂了 他也紧张 我一直是很冷 然后我的手冰凉 然后出冷汗 手上出冷汗 然后就是一直很紧张 然后我说 不行不行不行 我真的很紧张 他说哎呀你别紧张 我都不紧张 等到最后上去之前 然后我们是两个人就这样 手握手握的时候 加油 加油 结果 比赛啊 真的 然后就这样 好吧 去办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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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抖 我也不知道在抖什么 然后我就说我参加各种活动 或者说工作什么的 再大的场合 我从来都没有说紧张成这样 然后特别紧张 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万着伴郎 也是不知道怎么样的 就走到了那个前面 然后就 就这个声音 原来现场疯了的是你 一直是在很紧张 我觉得这是 一这是一种使命 二可能 就是在女孩的心里面 婚礼是真的是 一个人生大事情 虽然不是我的婚礼 但就觉得 还是一以非凡的嘛 我觉得婚礼 其实有一个环节啊 就是说每一次 看那个婚礼 我那特别感动 就是女孩 挽着爸爸的手出来 男的在这儿等着 然后他们交汇在一起的时候 把女孩送到这个 男的手里 哇 一般都是 我闺蜜泪奔的时候 从我岳父 把他和我太太 牵着手出来 那个 因为其实那个通道 那个走道 其实并不算太长 但是那几十步的一个距离 我想了很多很多画面 很多情节 然后 那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太太穿婚纱的那个样子 之前婚纱没有让你看 没有没有 因为她自己负责我们那个婚纱 所以就想给我惊喜嘛 就不让看 都说新娘子就是结婚那天 是全世界最美 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 然后看到 我岳父慢慢地领着她 然后走过来 然后 就是 突然间整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整个人离开了 那个场景一样 就好像一个监视器 要看到 整个环境 看到自己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角度 因为参加过很多朋友的婚礼 然后也看过很多别人的婚礼 然后 当天 然后突然觉得 啊 终于到我自己 这个成家的这个感觉 就真正的 终于到 马上整个人好像成熟了很多 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 哇 你那一瞬间干了好多事 对 真的 真的 好多 好多好便 成熟了 然后又突然就回来 又看到旁边的人就觉得在哭 对 对 一直走的时候 旁边的那些所有的好朋友 家人同事都已经哭到 已经崩溃了有一些 然后就慢慢岳父就找到我身边了 然后带着我太太 然后像我刚刚说的 我还欠他几百万的那个 岳父本来是从一个这样的状态 突然间 特别严肃 特别认真的跟我说 就是凯薇我今天把女儿交给你 就是我很开心地有你来照顾小米 然后但是简单的几句话 但是我看到我岳父的那个情绪是一直忍着 就一直每个字都哽咽着这样 这样硬说出来 特别特别的 我觉得他也 我岳父应该也很很复杂的一个心情 就是也很开心 但是又很舍不得 但是又很很感动 但是又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想法 然后突然间立刻 我就觉得我真的要了我岳父的心头肉 然后我觉得真的就必须要对我太太 一定要一辈子要对她好 包括对我岳父岳母都一样 然后又突然间又想到 如果以后我也有女儿 你学了好多哦 你学了好多哦 你学了好多长啊 好累啊 我觉得你 所以我要把她的手交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真的我 好复杂 很难说出来 到底我当时要怎么心情 就是我想到的都是这些 就是这样的过程 杨幂刘凯威幸福完婚之后 便双双投入新剧的拍摄中 而作为杨幂闺蜜的唐烟 更是与刘凯威共同合作主演电视剧《千金女贼》 剧中两人互生情愫 不乏优勻镜头 和老婆的闺蜜拍吻戏 刘凯威是否 感觉尴尬呢 你们在这个戏里面两个人有亲热戏吗 开始是有的 后来没的 后来现在又有的 很奇怪这事 对 我问一下凯威 那个 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今天用的都是法制进行试 你怎么看这个 跟老婆 最后的闺蜜 跟朋友去演演亲热戏 演亲热戏 我是认为这事是没问题的 啊 你用心里都没问题吗 对 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没问题 工作嘛 是吧 工作就是工作 凭什么就是工作 对啊 的确是有工作 因为我们收钱的呀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男人最爱找的借口就是工作 不不不不 听 她跟老婆的闺蜜演恋爱戏还收钱 还收钱 这什么好买卖 哈哈哈哈 这什么道理 真的是好买卖 哈哈哈哈 你嫉妒了哈 对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一直在说这段戏到底有多亲热 其实我今天把这段视频也带来了 我们现在 太好了 你带点什么不好呀 我是曾经想过要放弃 现在老天爷就重新把他带回到我身边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从我手上把他给抢走 这位蒋新姑娘 就是我白狼的未婚妻 这个就是工作需要嘛 哎呀 电影观众都看不下去了 我绝对不能够理解和接受 我绝对不能够理解和接受 太过分了 我要退出演艺圈 咱们让他们自己说一下 那个 为了避免尴尬 这个屏幕下 哈哈哈哈 哎 放松放松啊 哈哈哈哈 拍这些戏之前 有没有提前报备一下 我们讲讲来龙去脉 我们媒体不太明白 跟自己的好闺蜜拍吻戏 对 说说 压力很大 我们把戏里面的吻戏全删了 那这个是 这是后来另有隐情 说说 当初导演都说 哎 这一场是要吻 而且我们的那个剧本写得挺过分的 就是它括号 比方说 嗯 到某某阶段 然后 呃 奖心跟白狼 然后 热情拥吻 然后括号 请导演 这场戏 嗯 嗯 怎么好看 怎么拍 要让观众满意为止 就这样一个剧本提示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看完之后 就这样 就这样 大眼瞪小眼 然后 嗯 然后导演说 因为导演一开始 他就是 他不会有这样的意识 我是他老婆的闺蜜 导演不会有这个意识 导演想到那么多 对 当然就说 接下来 那个那个 让我们就 呃 这个时候你们要用我 然后他们说 嗯 不要了吧 然后算了算了算了 然后哎呦 别冷了别冷了 然后他说 行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会研究到底剧情里面 有没有这个必要 嗯 呃 有些时候 我们会觉得 哦 好像没有 必要 那么多 但是每一场都要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 会跟导演沟通 然后我们说 这样吧 导演 为了我们达到剧情的效果 我们来一个 呃 就是不要那么通俗的 就是坚文 这多通俗呀 就好像情侣之间一定要接吻吗 我们表现个唯美的 你来个浪漫主义的这种 然后小清新闻一份 然后我们就自己想了一个 就是脸贴脸 就嘴巴就是不碰到 后来就过了 然后怎么样 哎 很不错吧 这个创意好 就是大家都很自豪 你知道吗 这场戏已经拍完 差不多半个多月了 然后制作人看了之后 就是一下子跳起来 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就是这样呀 不行不行 所有的吻戏全都要补拍 所有删掉吻戏全都给我补回来 哎行 算了算了 那怎么办呢 哎 你报备了吗 哈哈哈哈 你报备了吗 对 你跟他报备了吗 然后我就这样说 他说 报了报了 他说 哎 那好吧好吧 然后就拍一下拍一下吧 就这样 然后就变成 那你跟杨幂报备了吗 我没敢 哈哈哈哈 海维来说一说 我们学习一下 怎么报备 怎么报备 好奇心啊 哈哈哈哈 从来我们都没有这么奇广 咱们来学一下 怎么报备 哈哈哈哈 事情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那 因为会跟老婆说一下嘛 就是因为 有时候也会聊到啊 就是拍了些什么戏啊 然后但是也也会跟 太太说 哎呀 那个老板很不满意 非要把这些戏份 就是一定要再补拍一下下 他说什么 他就欧一声就把电话也挂了 是不是 还是他欧完就甩灯而去 没有没有没有 他欧完了以后说 我不在服务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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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坏了 虽然杨幣说 报备了然后说哦 但是后来有一天 在他们两个人拍亲密戏的时候 杨幣突袭现场 哈哈 真的假的 没有跟刘凯威说 也没有跟唐嫣说 哦我要听这个事 哈哈哈哈 这个默默的出现在了片场 哎这好玩 哈哈哈哈 就在说完哦的第二天 对哈哈哈哈 选择是你说还是我说 哈哈哈哈哈哈 根本就没有第二天吧 到时下午就来了 哈哈 没有因为经常都会互相探班 说实话真的会就是 那为什么刚好要探那场戏 他也不知道要拍那场戏 搞不好他做了功课 他就是知道的 哈哈哈哈 不是因为谣言来的不是 真的就是 好那你讲真实情况 因为其实啊 经常会会探班 然后然后啊 刚好有一天来探班的时候 就是拍到我跟唐唐 两个人的感情戏这样 对啊 嗯 就是这样 但是也没 也没什么 就是 就是 有了 唐唐说他可尴尬了 哈哈 唐唐你自己说 就是那一场 我们把它给改掉了 改成脸贴脸的那一场 贴完脸之后 他就要走了嘛 他走了之后 我应该就看着他走 然后眼睛里面含着泪 我们两个都是哭了那种 然后等到我这样一转身的时候 刚好可能就那个巧合 然后蜜蜜她来了 然后等到我转身的时候 嗯 因为就是 你在哭的时候 眉毛也跳动了嘛 这个 嗯 没有那个画面也蛮 也蛮特别的 你知道吗 转过的时候 他就很沉重地走 我想 我想他那段 就是当他走过我的身边 看到蜜蜜在摄影机后面 包括他离摄影机 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这段时间 他应该很难忍 因为他看到 第一反应就是 嗯 也应该会说 哎 你来了 至少有这种潜台词吧 但他这段时间 还得摆着人 怎么走出去 一直走到这后面 可是我很痛苦啊 因为我一直站在原地不动 我就看着这个机器 后面有两个人 就看到他从那儿走过去 从那儿在摸摸蜜蜜的头 哎 你来了 然后就抱在那儿 然后 然后 然后我那时候很想笑 你知道吗 因为真的蛮好玩的 但是 就是我那时候必须要哭 然后 然后我还必须得忍住笑 然后就看了之后 你就觉得啊 好巧啊 哈哈哈哈 演员真不容易啊 都想象不到 那个画面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您可以情景重现一下 对啊 好想看啊 谁演杨立啊 我也杨立 你俩演那个 我来看吧 好 这边是刘凯威 这边是唐燕 唐燕帮你倒一下吧 倒一下戏吧 凯威 凯威你帮我说一下 好 这样 手拉手吧 抱在一起了已经 对 抱在一起 从抱接分开 好好 对 离别 离别 要难舍难分 难舍难分 好了 慢慢分开 杨立 队势 难舍难分 对 回头 对 走 忽然看见杨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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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哎没有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 哎 现在他这个动作已经是附加的了 但是刚才那个情绪的转变 这男生演了非常到位 但是 但是秘密他 不是这样的 秘密是怎么样 他没有这么端着架子 他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一个房间嘛 他自己倚着门 他都看戏的你知道吗 哈哈哈 他这样看戏 他这样 他这样看 也挺好玩的 因为他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俩抱着嘛 然后 然后拍完之后 他说 看老刘 我抱着脚还翘哪 哈哈哈 我跟你说 唐燕 你不了解杨幣 我演的才是杨幣的内心 哈哈哈 杨幣的内心就是我刚刚那样的状态 什么状态呀 嘿 你你来给我演一下 走过吧 哈哈哈 他就转过来 很 对 我现在演的是杨幣真正的内心 内心独白 老婆 哈哈哈哈哈哈 演得开心吗 哈哈 我 我 是 片长小点是 抱的还挺紧的哈 哈哈哈哈 心到位的 怎么讲了 今天怎么来的 没个打招呼呢 打交呼 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面吗 哎呀你打个招呼 我就演得再使劲点 哈哈哈哈 唐燕呢 哈哈哈 哎你们这人都放过了凯雷呀 哈哈哈哈 哇我都好尴尬 凯雷谢谢 哈哈哈哈 现在杨幣在待产 应该是五个月了吧 嗯 在不呢 对 你对宝贝有什么 未来的期待吗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哎呀 哎呀 真的只要她健康 哎呀 快乐 就好 她叫杨幣叫什么呀 不是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叫妈妈 小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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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姐我还在我还在 你找我有事吗 我说 她叫唐燕 叫什么 哈哈哈哈 那个我们 的商量是这样的 我想一想啊 嗯 也许她会叫我 婆婆 哈哈哈哈 也许她会叫我 嗯 那个 丈母娘 哈哈 令娃娃亲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也不知道是男孩女孩 然后如果说是女孩的话 就将来跟我的儿子来一场轰轰烈烈 姐弟练吧 哈哈哈哈 对 然后如果说是儿子的话 那我的女儿就给你们家了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交给我们家 他们啊 做这个爸爸妈妈 后来生了三个都的儿子 好运行 结议了 我们祝福一下唐燕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有礼物啊 来来来把礼物拿进来 宋凯威和那个杨幂的 这是一段发生在纯真年代的故事 那些年爱情是如此的真挚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视机 也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 什么都没有 好朋友的爱情 实际的爱 慢慢爱 我们谈恋 唱一首什么歌 然后我就会录下来 然后就送给她 生活中 幸福来临时 他们如何吧 下给我吧 我对她的爱 我愿意为她冒这个险 我觉得青春有的时候 需要冒一点险 两个人的爱情 在年轻的时候 这算有过青春过的人 我娶你 我就一辈子爱你 不管你好与坏 我一辈子都会爱你 超级访问 告诉你 幸福在哪里 敬请婚访 欢迎请到 尤巴哈影响快选 您要早餐 冠冥播出的超级访 我们今天有礼物啊 来来来 把礼物拿上来 送凯威和那个杨幂的 是这样 是这样 是在前面的 是还可以要飙下去 什么情况 来来来 怎么样 来往前站一站 像吗 不是 金姐 你让他们俩在一块儿 帮着孩子问笑吗 在中间吧 我们在这里再次祝愿今天没有到场的这位主角 妈妈 孩子 健康 健康 平安 健康 平安 健康 平安 我们也住我们旁边的这一位 近期多去当伴娘 就会有机会 对 赶紧地把自己嫁出去 好吗 早日收获自己的幸福 又来了 我们也祝福凯威跟唐燕的这部新戏 千金女贼 可以收拾大麦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再次感谢尤巴哈哈营养快线营养早餐 特加冠名播出的超级访问 本期超级访问 成功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